我們現在所在的現場是在這個天王星大樓倒塌的拆除現場 可以看到預計在今天要拆除的大樓部分 也有許多的住戶以及房東都過來關心這個進度 也發生了許多暖心的小故事 我們現場就訪問到一位這個天王星的房東 他表示其實跟這個租客的約是到今年7月為止 但因為發生這個大樓倒塌的意外之後 他也願意無償的退還所有的租金以及押金 甚至還是幫自己的房客找好了新的房子 也願意幫他付房租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房東潘小姐怎麼說 好的 這個房東潘小姐是表示 其實雙方已經認識了二十幾年這點忙是一定要幫 是要幫到他們的租約7月到期為止 可以看到現場拆除的進度呢 因為今天下午的餘震不斷 而且震度都是非常強的 導致這個天王星大樓的傾斜角度 又更往下加深了一公分 往左傾斜0.5公分 所以現在呢是要在現場加強這個H缸的固定 等到第二支固定支撐好了之後呢 才會來進行拆除 以上就是在天王星的現場為您掌握情形